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季天氣報告,我是蘇智維 攝一齊他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可以見到香港附近雖然有些雲帶 但雲和雲之間都有些納粹 而在北部灣我們見到強烈大風暴派比安 我們預計派比安會在未來一兩天 橫過北部灣 隨後會進入廣西至越南北部內陸 並且會逐漸減弱 至於在雷宋以東的另一個強烈大風暴,隔尾 我們預計一兩天 它會大致移向台灣以東海域 並且會顯著增強 而從雷達影像我們都可以見到 一些與太比安相關的趙雨 是影響元朗地區 回到香港 今天我們在尖沙咀看出去 雲與雲之間都看到不少藍天 所以各區的最高氣溫普遍都上升到33至34度 提提大家,熟熱天氣警告現證生效 我們預計高溫天氣是會持續 大家記得多些補充水分 至於未來幾天的天氣 一起看看電腦預報圖 我們預計受負義大高壓直 以及之後隔尾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 接下來幾天廣東地區都會比較熱 而今晚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是 大致多雲有一兩陣趙雨 初時局部地區是會有狂風淚暴 明天最低氣溫大概28度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34度 而風方面會吹和緩至清淨的偏東風 明天會轉吹和緩的南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隨後一兩天 是會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持續好熱 新界地區是會達到35度的高溫 至於去到接近周末 我們就預計會有幾陣趙雨 這一節天氣就說到這裏 我們下次見 拜拜